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抓紧时间 要坐搬车出发了 现在7点 6点45天色还没有完全亮 和小伙伴们一起要坐车走了 嗨 7点 我们的搬车正式出发了 通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 基本上没有行人和车辆 选择城市六线孤独 现在我们就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 大家看到前面穿充分衣的就是我们新疆队的 还有穿蓝色衣服的是山东骑鲁队的队员 我们刚才进来的大门和现在走的这条路 是专门给医务人员走的通道 和病人走的通道是和大门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了保证防止交叉感染 到了病区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首销 还要换帽子换口罩 好 换好的衣服换好的帽子口罩 这里都是我们的清洁区 等一会儿要进到病区的时候 我们换上专门的隔离服 现在我已经全服装 一个一个帽子 衣服服 衣服镜 包括防禁切套 衣服 都带到这方装备的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 这个病房 现在进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病区 病房的地方 从这头一直到这头 我们一共有40张房位 我们下面就是开始准备进行查缓了 这边是无远区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手机 是在无远区中再准备的手机 好吧 我们现在开始进化 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35分 从我进来到现在有40小时时间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现在要准备离开无远区了 大家好 从无远区出来了 鼻梁和面积阿亚特别的堂 现在抓紧时间换了新的口罩 去西斗三个半年以上 三个半年 三个半年 好了 刚刚把着急一点的遗嘱已经出完了 现在准备开始我的午饭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两点零五分了 这就是我的午饭 盒饭 有白菜 有胡萝卜 还有萝卜 还有一个茄子 茄子里边是有肉的哦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 我们的医生现在开始讨论 有一些病重的病人 或者一些复杂的病人 对他的治疗再进一步的讨论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0 刚才拍的是我们白天的医生和夜班 值班的医生的一个交班过程 然后现在换了新的口罩和帽子 现在准备出去赶车 夜班的小伙伴们现在又在穿防护服 我们的院长老师很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检查 防护服外面还是隔离一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做好防护 防止燃燃 加油哦 今天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说实话也累 但是责任所在 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 到酒店里了 酒店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好吃的 可以看一下 有鸡肉饭和牛肉饭 哦哦哦 这牛肉饭 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可以吃个饱饭了 好了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了 半了 最后向所有 向我最亲爱的爸妈老婆 我的老婆海里美 也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副手医院呼吸科 一线抗疫情的岗位上 今天我还特意在防护服的外面 除了写了自己的名字 也把老婆的名字写上了 我们会一起加油的 感谢所有 感谢我亲爱的家人 爸爸妈妈 我在武汉 一切都好 我相信 我们所有医务人员 共同努力下 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 相信樱花盛开之日 就是我们胜利之时 一起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